我们学习了这个Python的标准库之后 那这样你就可以去编写这个模块 把这个模块导入到你的程序 让你的程序更加强壮 那这边我们说了这个标准库的模块 如果你觉得不够用 你可以自己去编写 但是你又觉得自己编写的这个模块 它怎么办呢 其实你可以去找一些其他高手编写的模块 那这些模块把它称作第三方模块 那咱们来具体看一下 这个第三方模块如何来去进行安装 并且安装之后呢如何进行使用 那对于第三方模块的话呢 我们说了那其实它主要是指 除了我们的这个官方网站提供的这些模块 那除了这个标准库之外的这些模块 那其实都叫做第三方模块 那有的时候呢 我们想要实现一些复杂功能 在你自己动手在写之前呢 我还是建议你去偷个懒是吧 来看看有没有其他已经写好的相关的功能 那这个第三方模块怎么来去安装呢 安装有哪些注意事项呢 咱们可以来看一下 那想要安装第三方模块 那我们需要使用的这个命令呢 叫做PIP命令 那这边也把它叫做PIP 是吧 那PIP命令的话呢 会随着你的python自动进行安装 那PIP命令在哪里执行呢 要在我们的这个命令行当中来去执行 这个命令行是指啥呢 就是指我们进入到这个终端 那这边我们去执行这个系统命令的这个界面 那这个界面的话呢 你可以去执行python3.10 执行完成之后的话呢 我们就进入到交互模式 那退出的时候呢 我们是exit是吧 好 在这个界面下 你可以使用python3.10 加上install这样的一个命令 那来去安装你的python的这个模块 那比如说我想安装一个叫做request request这个模块 好 那就直接使用python3.10 install 加上这个模块的这个名称就可以了 好 那我这呢 实际上是已经安装过了啊 所以呢 这个地方它提示我 这样的一个信息 好 那如果没有安装过的话 你会看到有一个进度条是吧 来去进行这个安装 好 这是我们的这个模块的一个安装啊 好 那除了这种方式安装的时候呢 那有的时候我们说 哎 我这程序当中啊 就找不到这个python3.10 但是我能够正常执行python 那这也没有问题啊 你可以使用python3.10 -mpython3.10 -mpython3.10 request 好 这也可以 那这边你的这个python 既可以单独执行也可以作为我们的这个python命令的一个模块来去用啊 那-m就是使用一个模块 这个模块后面跟的是模块对应的参数 好 那其实它是一样的一个结果啊 好 这个是什么呢 是怎么来去安装我们的这个第三方模块 那关于这个模块 那关于这个模块有什么样的这个具体的用法 是吧 那其实你可以通过这来找啊 比如说我们的request是可以通过的这个项目当中和你安装包同名的这个路径下啊 其实就是你的项目的这个文档 啊 通过这儿呢 咱们就可以找到这个第三方软件 它的各种各样的这个帮助信息了 好 那这是它的安装 好 那安装了之后的话 我们说了你最有可能遇到的问题是啥呢 那就是你的环境冲突的问题 好 那环境冲突的问题可能会出现什么呢 比如说我们的A程序啊 咱们需要那个request 1.0的这个版本 好 B程序呢 需要1.1的版本 而这俩版本又不兼容 好 那这时候呢 你就不能说为了这两个模块打架 我去重装个系统 或者重新买台电脑 是吧 所以呢 这时候我们就需要怎么做呢 咱们为了避免对默认环境污染 咱们还能一次使用多个版本 那我这时候就用一个叫做虚拟环境来去解决 好 这个虚拟环境啊 其实就相当于给你当前的环境当中 去封装了不同的这个盒子 在不同的盒子里你来去安装 这回就没有问题了 是吧 好 那怎么来去创建这个虚拟环境呢 咱们需要使用一个叫做V Venv的这个虚拟模块 好 那这边咱们使用python-mvenv 那咱们就进入到我们的这个虚拟环境了 在这个虚拟环境当中 我们可以去指定一个虚拟环境的文件夹名称 比如说叫做myvenv 这是我自己使用的一个环境啊 那这里我来去执行一下 咱们来看看啊 它创建出来是一个什么样的结果 好 我还用3.0啊 好 -mvenv 就是说我这边要使用一个venv这样的一个模块了 -mvenv 然后呢 我们使用这个模块的时候 它要跟着一个参数 这个参数叫做myvenv 好 你这时候呢 要稍微等它一下啊 好 这样的一条命令 python-3.10-mvenv myenv 好 那这边我们创建完了之后啊 你去查一下 你在当前这个文件夹下 其实就多了一个叫做myvenv的这个文件夹 好 在这里啊 你会发现有什么呢 有一个b文件夹 好 在这里 它会发现你把这个这个python pip等等这些东西都放在这个bin里边 相当于把这个命令给你重新拷贝了一份 好 那除了这个之外的话呢 我们发现什么呢 这里边还有一个include的是吧 好 那这个暂时是空的 这个主要是什么呢 用于我们的这个 一些和python相关的开发用的啊 好 那在里面我们还有一个lab lab里边有3.10 有一个set packages 好 这里呢 是什么呢 是我们给虚拟环境安装的这些文件夹 然后那除了这个之外的话 我们看还有一个叫pyenv.cfg 就是我们的配 呃 当前虚拟环境的一个配置文件 好 那其实你看到它的结构 你就应该大概了解它的实践方法了 哎 其实我每一个虚拟环境就相当于什么 我们把包都安装到了这个自己虚拟环境下边的set packages里边 好 那这边比如说我这个再创建一个叫myvenv2 那这边是不是就又新创建一个文件夹 那又新创建一个文件夹的话 那这边新的这个文件夹是不是又可以保存一遍我们的这个软件包啊 它是这样的啊 好 那这边我说了怎么来去进入到我的这个虚拟环境呢 咱们创建好了之后 但是咱们现在安装包啊还是在你当前的这个位置 那怎么来去 呃 把你当前的这个位置的这个包拷贝到虚拟环境当中 怎么来进入呢 咱们可以来看一下 好 创建好之后的话呢 我们先不要急着进入 那我这时候要怎么做呢 要把你当前安装的这个版本 也安装到那个虚拟环境当中 好 我使用的这个命令啊 叫做Pipe3.10 然后叫做Freeze这样的一个命令 咱们把它复制一下啊 显示的比较多啊 那你们的这个可能显示的会稍微少一些 那这里边我们的Freeze表示什么呢 表示你当前的这个环境下通过Pipe3 安装的这些软件包 好 你看我这边安装的非常非常多是吧 好 那这边一旦我要给我的程序去移植 放到别的电脑上 那这些软件包我需要什么呢 诶 逐个都导出去是吧 但是这些软件包呢 是用在我的不同的这个项目当中的 好 那对当前的这项目呢 可能没有用 好 所以这边你看它就比较混乱是吧 好 所以呢 我们一般在去开发一个成型的企业系统的时候 首先第一个我们要先配置这个虚拟环境 你的虚拟环境配置好之后 那这边我们所有的和项目相关的软件包 以及对应的这个版本 咱们都放在一个指定的虚拟环境当中 好 那这边我们现在查看到我当前的这些软件包和它的这个版本是这样的 那我这边能不能给它进行保存呢 也是可以的 它的保存方法就是这样的 Freeze 然后用一个叫做输出虚拟环境的这个符号 把它给保存到我们的 requirements.tsc当中 当然这个文件名 你可以你们可以随便起啊 但是我在这边为了和我的这个文档保持一致 我就用了这个相同的名字了 你们可以随便去起这个名字啊 因为一会导入的时候也用这个导入啊 我这边是为了一致性 好 那你可以去查一下这个.tsc文件里 就是我们当前的这些软件包了 是吧 它是这样的啊 然后呢 为了我们一会演示比方便 那在这边我们去把这个里边所有的这个内容给它删掉 咱们只保留一个啊 好 假设我当前的python当中只安装这一个软件包 然后把它写入到这个文件当中 好 你看这边有软件包的名称和它的这个版本 好 那这边我们怎么来去进入到我的虚拟环境当中 然后怎么来去把我们已经在外边安装了软件包 在里边再一模一样的再给安装一遍呢 它的用法是这样的 我们可以使用一个叫做sauce的这个命令 好 sauce当前目录下的my因为bin 好 那叫activity.sh 是吧 好 我这个使用macOS系统的话呢 咱们叫做csh 如果你是linux的话 那叫做 叫做.bash 那如果是windows的话呢 就是吧 就说.bat了 是吧 他说了我这边有一些错误是吧 没关系 我们就直接去执行这个activity了 好 那在里边我们直接去执行了这个activity 咱们就进入到了这个虚拟环境 那这里边进入到虚拟环境的时候 咱们再来查一下啊 PIP 好 那这边我们是有3.10的这个版本 你看我这边其实有不同的版本的python 是吧 好 PIP 3.10 freeze 好 你看在虚拟环境里边 我们安装软件包是什么都没有的 是吧 你看它是空的 好 那这边我们想要什么呢 想要把外边安装的这些所有的软件包 咱们给它都在这里面给它进行导入 好 那这边怎么办呢 PIP3.10 好 Install 好 这回还是安装 但是这回安装的时候啊 我要有一个参考的这个标准了 我要参考谁呢 我要参考我们的这个requirements.tst 参考它来去给我们的虚拟环境再去安装 好 它默认进行安装 这回我们再来查 你看我这边是不是就有这个tinydb了 好 那这边为了演示方便 我这些软件包就不给大家去安装了 好 那怎么来去离开我们当前的这个虚拟环境呢 叫做de-activity 那这行 我们就出来了 好 出来里边和外边其实最主要的区别就是软件包的这个数量和版本是吧 好 那这边我们来看看 PIP3.10 Freeze 咱们其实就已经出来了 其实大家如果细心的话呢 会发现我进入和出来的时候 工作环境和我们外边的这个环境隔离开了 好 那这边我们在去安装的时候 其实它的原理 刚才和大家已经说过了 那它的原理就是在myenv里边有一个lab 有一个310c的packages 我们的这个tinydb就被装在这个位置了 是吧 好 这就是你的tinydb的这个原代码 那当我们用完这个虚拟环境 好 de-activity 那咱们就推出来了 好 那回到我们的PPT啊 那咱们可以来去梳理一下整个的这个过程 那在我们的这个虚拟环境当中 第一个是创建虚拟环境 这个名字你随便去起 我为了和我的PPT一致啊 我叫做myenv 创建好虚拟环境之后 我们可以把外侧的所有安装软件包写入到文件 那激活了虚拟环境之后 通过-r三数去导入外边已经安装过的这些软件包 好 那这边内外环境就可以一致了 是吧 那咱们可以离开我们的虚拟环境了 那当你需要去使用一个新的虚拟环境 或者希望和它当前的这个虚拟环境一致的时候 那其实你不用再创建了 那咱们知道myenv的原理是什么 是个文件夹是吧 那其实你就可以直接把这个文件夹进行一个复制 你的新的虚拟环境就用出来了 那在这边再去安装这个软件包的时候 大家可能还会发现一个问题 那啥问题呢 就是你们安装的这个软件包 它的速度很慢 为什么很慢呢 因为这边在安装的时候 它们会上这个PYPI的官方网站去下载 所以我们经常会在安装的时候 安装之前做一个安装的一些镜像网站的一些加速 那这个安装的时候第一个方式呢 叫做临时加速 那在临时加速呢 就是PIP install的时候 我们增加一个参数叫-i这个参数 那这边国内比较知名的这个镜像站呢 一个是清华大学的这个镜像站 一个是阿里云的是吧 当然还有其他的这个镜像站啊 那安装的时候 我们加上-i指向我们的这个镜像的这个网站 然后再去加上你的软件包 那这个安装的速度呢 就会比默认的这个安装软件包会快很多 那这是一个临时的加速方案 那除了这个临时加速方案 我还可以怎么做呢 咱们还可以是指定一个永久的加速方案 那永久的加速方案的话呢 如果是我们的这个Linux的话 就直接在我们用户的加目下面 去建立一个叫做PIP.cunf的这个文件 我们把这些内容给写进去 就可以加速了 那如果呢是Windows的话 那要在用户自己的加目录里边 建立一个叫做PIP的文件夹 夹下面的话呢 我再建立一个叫做.pip.cunf的这个文件 那通过这样的这个方式 我把它写入到这个文件之后 那咱们每次PIP再去进行启动 安装软件包的时候 都会去读取到这个配置文件 进行一个相应的加速了 我在这呢 最后给大家去总结一下 关于第三方模块 第三方模块 那这里边是让我们能够站在 除了官方网站的这个巨人身上呢 还可以站在其他变成高手的这个肩膀上 那第三方这个安装的这个软件包啊 怎么说了 经常会很多 所以呢 我们这边经常会先创建环境 然后我们再安装软件包 那装了软件包之后呢 我们再离开这个虚拟环境 那这边这个虚拟环境呢 本应该是在 我们第一次使用这个Python的时候呢 就交给大家 但是呢这个虚拟环境当中又会涉及到我们的软件包的概念 又会涉及到我们的这个终端的概念 以及啊 进入和退出我们的这个交互解释器啊等等 非常复杂的这个概念 所以呢 我把这个虚拟环境放在后面来为大家讲解了 那这边大家在从现在以后啊 那建议大家以后再去使用这个Python环境的时候呢 一定要先创建虚拟环境 在里边进行软件包的安装 安装之后的话呢 咱们再去进行我们的Python程序的编写 好 那编写完我们的这个Python之后呢 记得自己离开这个软件包 好 那在最后的这个最好 我再给你去留一个作业 好 这个作业是这样去说的 好 那这个作业呢 要求大家去安装一个第三方模式 叫做MetaPlotLab 那这个是它对应的代码 安装完成之后的话呢 那你可以通过这个Plot 进行Python的一个图形化显示 这是它的一个执行结果 那你呢 可以对照这个PVT上边的这个代码 来去自行去编写 编写之后的话来去执行 那这个MetaPlotLab呢 也是我们用Python当中啊 非常重要的一个第三方绘图的软件包 好 那以上呢 就是关于我们的第三方软件包的主要内容